我們當時十二萬多的盤子已經是沒有的了 好的教學校究竟它有沒有能力給你 又是另一個問題 Hello 大家好 我是Immel Daily的Oscar 今天請了去了英國的YM 就是這個YM的YouTube Channel 請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我是YM 我的YM頻道就叫做《走路去英國的》 我是去年的8月6日 就來到英國 我們一家三口 就是連我先生和一個女兒 都來了超過半年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的節目 如果當你沒有看過 都不要緊的 我都可以簡單地說回來的過程 不要緊 沒有看過的朋友呢 我們在描述中會放回YM走路去英國的網絡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也有看過的 其實我們分享很多關於在英國生活 尤其是看樓 越拍越好 你看到從他最初是亂拍一些營業 現在呢 就真的越拍越好 介紹得很好 每一個環節呢 在他的頻道上基本上都找到 如果你預備上去英國 或者你剛剛到達 人生路不熟的 看一下YM的片 相信對你有幫助 那這次請到YM上來呢 其實就 因為我們 那麼久以來 我們移民過來人這個節目呢 其實就沒有 真的跟英國這邊拍過的 那我們都想呢 就是請你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分享一下在英國的資訊 那我們可以 長篇幅一點 就是說 由你開始 初初來到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受啊 你來到之後 發現了 跟香港有什麼分別 去到現在 你的生活是怎麼樣 都可以說 那其實我們來 決定來英國之前呢 因為 之前沒有BNO 這條路過來英國的嘛 那其實我們是 打算去塞浦路斯的 為什麼可以這麼早 八月過度來呢 就是我們 其實是一生 到去年的年頭呢 其實我們都是打算去塞浦路斯 那所以我們很早就賣了屋啦 那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飛不到 那所以我們實際 在酒店裡住了幾個月的 那我們在酒店住的期間呢 其實都很留意 就是關於BNO的新聞啦 但是那時候一直都是沒有確認的嘛 那所以我們都是 哪住哪等 都不知道究竟是 最終目的地是塞浦路斯 還是英國的 那去到 就是六七月的時候 那個國安法 就是很行啊 就是說都會實行的時候 那到七月一號確認了 那我們就立刻那天買機票 就一個月後就飛了來英國了 那我們都是七月頭 知道就是可以來英國 那我們才去辭職啦 還有退學那樣的 就是很多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 很困難 選一個落腳地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落腳地 怎麼選呢 就是首先用主要的 就是那個budget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英國 每個城市的水平 可能你賣屋的那個價格 你都可以相差很遠的 那所以我們都是 一早已經是 剔除了我們 不去南博啦 那就變得 就是比較北一點點的 那我們一開始 都有想過是 尼爾卡索啦 就是比較北一點的 然後因為那個屋格 是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看看一下就覺得 歐洲又很冷啦 害怕 又怕他們的那些英文那邊 是比較難聽一點的 之後就看到Liverpool啦 因為Liverpool也是 出名是便宜啦 比較便宜的城市 但是後來就聽到很多 關於Liverpool的 很負責的東西啦 就是又說 智王老差啊 各樣東西 那所以我們就 又再想了 但是我們就 不喜歡曼城的 因為我們就不想去 很多華人的地方啦 那所以就 由曼城就開始 向南一點點 一邊看下去啦 那一邊看看 你看看到現在 我們現在住的Liverpool 那其實它是一個 大村來的 其實都不算是鎮仔的 我覺得 其實我都在片裡 都有說過 其實真的十二萬幾英鎊 那其實是很划算啦 那環境又不錯 那智安又OK 那所以我們就 未正式飛呢 我們就已經在Liverpool上網 看些樓盤 那就一到步 就立刻去約一些 Agent去看房子啦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比較早 八月就真的 沒有什麼競爭的 那時候 所以很順利買到 還有可以講假 我們那時候 那但是 近一兩個月呢 我們都有一些 幫那些網友去看啦 那這樣 真是難買了的 就是平價那些 就是又便宜又OK的那些 就是如果你現在在Crew 如果你是想買一間 試正一點的三房 真是最少你都要 十五萬磅 就是我們那時候 十二萬幾的那些盤 其實已經是沒有的了 那來到之後 你說生活上的 適應 那其實最難 我覺得是等收樓那段期間 真是 因為我們住B&B呢 我們搬了四次B&B 那其實是很煎熬的 那時候 因為我們最初就沒有 期望那個收樓是會那麼長 因為那時候聽人說 Cash Buy其實可以 快兩三個月就搞定 那樣 所以我們就是 預算是三個月 那誰知道 所以我們最早期的B&B 都是租三個月 所以我打算再延續 一兩星期都搞定 那樣 但誰知道一路都不行 那一路不停搬 那樣 所以那段時間是最難捱的 那接著到今年一月中 就收到鎖匙之後 就很開心 那時候 覺得是終於有一個地方 可以不用再搬了 開始是擁有自己的家 那樣 接著都暫時我們二月入伙 都住了三個月 那其實這三個月 我們都住得很開心 那雖然Crew不是一個 非常繁華的地方 那但是叫做是 你需要什麼的 其實這裡都可以供應到 不是說真的很鄉下的地方 那些地方 都是四通發達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這個樞樓中心 就是你無論你去倫敦 或者上曼城 就是火車都可以很方便 這樣可以去到 那也是一個中轉站 所以其實這裡的物流 這裡的物流是比較發達的 你會見到很多那些大火車 Loris那些 所以如果你說 在Crew的工作機會 譬如你不繼續做工廠的 其實這裡是有一定的工作機會的 即是藍嶺那方面 那但是你說 始終不是一個商業中心 Crew 那變成你說 我是做開IT 白嶺那些的 那就可能真的要回到曼城 那些地方 你才有工作機會 那所以Crew我覺得 都適合一些 真是找到很簡單生活的家庭 就是譬如我們這樣 就是不想再住在一些大城市 那麽繁忙的地方 還有我們本身 我們對學校 我們就沒有很追求 一定是名校 或者說 將來一定會去到 Grammar School那些 那所以我們 在校網那方面 沒有考慮得很多 我知道有些香港人 都會很著重這件事 那就很想 一定要住近 Outstanding的學校 或者一定很近 Grammar School之類那些 那我們就沒有這個煩惱的 那還有以我所知 現在曼城那些學校 其實都是很緊張的 我有一個朋友的兒子 中學這樣來到 都足足等了 他遲了一個月來 但是他的兒子 都是剛剛上個月 才可以排到學校給他入讀 那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留意 有好的學校 究竟他有沒有capacity 給你又是另一個問題 那最終他都是派到第二區的 就是都不是派到他心目中 想要入的學校 但是都先讀 還有有時候看學校 那些人可能很看他究竟是 outstanding good 還是要改善的那些 譬如我女兒 其實現在讀的那間 都是good的小學 就是不是outstanding 我覺得都ok的學 那些老師是很好 很有耐性 甚至在學校 其實到目前為止 只有他一個香港人 和另一個香港小朋友 都是我朋友的女兒來的 就是都讀了兩個香港小朋友 他們是知道可能 最初怕你未必英文pick up得好 那他就會安排一個assistant 這樣是陪著他 最初就是我朋友的女兒 反而我女兒就ok的 她pick up得比較好 都挺好的 之前他就沒得上課 因為lockdown 就經常是online schooling 那時候 我都有觀察他們上課 那這個老師呢 是真的很鼓勵的 真的每一個小朋友 他都會給他機會 他可能講一些東西 答問題 可能就算我女兒緊張 可能講得一般的 他都是讚excellent的 都是 所以變成一個小朋友 他讀書的方面 他會有信心去表達自己 就是不會怕被老師罵的 講得不好 其實很多事我都是來這裡才知道的 香港學校是不給跑的 就算小識也不給跑的 但我來到他很開心 他說可以跑 到處 就算喝水也不用跟老師說 我們就這樣拿出來就可以喝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在學校上學 因為真的少了很多 就是不會說有很多法律 但又不是說是很放縱的 那一種 我都有問他 你老師會說你們的 其實你頑皮的時候 那他都說 有啊 他又說 我班有些頑皮的學生 一些同學 他們突然間大聲喊 又突然吵架 那些小朋友 他都說 那些都惡的 他說那些老師都會 停止他們的 那樣 就是教學的風格 其實真的很不同 比如說到跑 開頭我女兒就說 我今天的學校 整選了 跌倒整選了 但是香港是從來沒有試過的 讀幾年輸都 你沒機會跌倒 因為你在香港 可能少少選 可能家中都投訴爆了 那樣 那這邊是很自由 很開心 那其實聽起來 英國這邊 所有事情跟香港 都真的很不同 那剛才呢 你剛才說 你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想問其實 這裡其實是不是不是很多 香港人認識的 基本上 就是你剛才來的時候 基本上 如果你們沒有提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 這個地方 是啊 那我一開始呢 我還沒來英國的時候 一定會放很多群組 在Facebook 那我就說 我將會去Crew這個地方 那樣 然後我就收到一個 PM 去Facebook 原來那個是香港人來的 他就住了在Crew 五、六年了 已經 那麼就PM 你為什麼會認識來Crew 啊 我說這裡都沒有見過 香港人會選的 這個地方 是啊 然後我就來到英國之後呢 就跟他見面 那就是現在做了 就是做了朋友的 繼續現在 那有些朋友 知道我來了 那他又選擇了來Crew 陸陸續續地 比如看我Youtube那些 很多網友 那都可能因為我 那我認識了這個地方 又覺得挺好的 那所以就變了 感覺上次 越來越多香港人會來Crew 因為我們本身自己的Crew 自己的Project群組 在WhatsApp那裡 那都有十幾個Family 已經來做Crew 那 是啊 即是在構成一個香港人的社區 那樣 我又不敢說社區的 因為始終來到 其實真的要融入回本地社會的 但是起碼 就是多些香港人 就是可以 可能特別開頭來到的時候 不熟悉 各樣東西的時候 那可以有人照顧 或者是大路 就是特別現在 譬如在lock down 新來到香港人不是要隔離十天的 那可能他們有需要的 起碼大家都附近 可能駕駛五分鐘車就可以去到 有什麼需要 我們都可以立刻去幫他手買 送他給他 那樣 即是如果比較多香港人的時候 大家的照應會真的好些的 但是又不敢說 說真的一個社區 那樣 一個好的社區 就是譬如說那幫香港人 起碼你知道我有個照應先 那你去到當地的時候 你當然是融入別人的文化為主 你移民的目的 你不是把自己的文化帶給別人 你移民的目的 是因為欣賞別人的文化 你去融入去裡面 其實很重要 是 那這個地方 我想你都介紹了很多 我們都不用在這裡詳細介紹 那你說 做事的部分 那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就看你自己工作的需求 我相信在不同地方都會找到相關的工作 剛才你說了一點 我比較有感受 就是因為我們Imitzalia 我們都收很多一些人的內訊 或者一些諮詢 那他們都會問在不同城市 可能在加拿大 澳洲 美國不同的城市的問題 那他們會覺得那些所謂 鄉郊一點的地方 或者一些小鎮 他們的感覺就是 哇他們會不會什麼都沒有的 他們好像農村那樣的 其實不是的 就是別人所謂的小村 他們都不會是農村的 你要有的東西呢 那些學校啊 警局啊 消防局啊 電視店 其實什麼都會齊全的 通常中間會有個大摩的 就是細極都有個摩的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很誤解的 大家誤解了 那些小村就是 我好像農村那樣的 什麼都沒有的 晚上沒有街燈的 其實不是的 就是不要這麼難度 因為住慣城市 就是覺得一上街就要是購物的 就是來到就 就是享受另一種的生活模式 就是享受一下多一些綠色的景觀 就是現在很多時候駕車經過 我經常見到有牛有羊 那其實是很開心的 就是好像我老公那樣的時候 駕車啦 可能駕長途少少去曼城那些 那經常經過很多綠色的 就是countryside 叫做 那有時候我們都開玩笑 好像去了北海道那樣 那所以其實是很漂亮 就是在香港是不會有這些的經驗 那過了來這段時間 那你現在就由 初初打算去塞浦路斯 結果去了英國 去申請香港人的這個 我們叫做Pathway 就是BNO的Pathway 嗯 你在這段時間裏面 你覺得在英國 你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過了來都一段時間 我想你都算是最早那一班 就是如果是這兩年來講 其實很開心 我們接觸到的本地人 他們都很支持我們香港人 真的 真的不是說謊話的 那最近期這樣說 那我大概幾個星期前 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那我和先生排隊 就是等著他給錢 在那裡 我沒有什麼懷疑 旁邊站了一個人在那裡 那我突然間就走來問我 你們是哪裡來的 那樣 然後我說我們香港來的 那樣 然後他就說我也是 其實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 英國人來的 小人 然後我出來回到他開玩笑 然後他說我也是 我也是回來英國半年而已 我在香港住了十幾年 他說以前的香港很好 他說以前的香港很好 我們真的很喜歡的 整家人都 但他們究竟都回到英國了 那我就多一口問他 我說那你覺得現在 越來越多香港人 這邊 就是你們怎樣看 那他說OK很好 他跟台灣他說 我相信這些香港人來到英國 他們可以過到他們喜歡的生活 我們都很支持香港人過來英國住 其實他不是第一個這樣跟我們說的 或者我聽回來的 就是全部都是很正確的 對於香港人來的英國 那我是很開心的 真的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香港人去英國 就是不用擔心 好像特別的新聞經常說 就說在美國有歧視的 又說那些人又不太友善的 那其實英國人會比較理解香港人的情況 還有那個感受會比較多一點 是嗎? 其實說真的歧視 所有地方都會有 即使你只是香港 你都會有歧視 是嗎? 那所以首先你要那個態度先 就是你要怎樣 就是你對別人 就是禮貌一點 尊重一點 就是你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不要覺得別人 你經常歧視你 你就起了槓 那樣 還有有時候我覺得 英國人都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就是他們是比較固執一點 有時候可能某些項目他們是 比較堅持的時候 可能其實他們對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不是對你黃皮膚的人是這樣的 就是這麼說 就是只要你做好自己 那你控制不了別人 怎麼看你 怎麼對你的嘛 就是除非他是真的有實際的行動 攻擊到你 你才能保護自己 還有那些都是很少部分的 我相信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很nice 那我們聊一下 就是你最初說到 就是你去年 就是八月 八月的時候 對呀 八月 就去改變了不同的城市 就是你在那裡一直挑選 期間 就是我知道你要租屋 那樣東西 之前你都有分享過 這次我想問的就是 小朋友讀書 在這邊去申請學校 或者那樣東西 整個過程 或者找學校難不難呢 如果我說來到第一個城市 就是可能我最初到我真的不熟 我來到這裏找完學校之後 我就覺得不適合我們這個家庭 然後又要幫個小朋友轉學校 會不會很反復的 其實首先 那我就是 過了兩個月 兩三個月 其實才正式跟她保護 因為我最初 我們在利物浦住的第一間病房 最初打算 三個月後會可以搬到來 Crew 所以打算不用這麼急報 但是後來就一直都覺得不對勁 第三個月打口 那我開始就跟她報告 報告之後 就大概十多天 那你就會收到結果 就告訴你有還是沒有 如果她當你沒有的時候 那其實她就會派第二間給你 那都是跟回你報個地址去給你的 然後就過多幾天 那學校就會打給你 跟你聊一下 你想什麼時候開學啊 那些東西 那其實當時我報的時候 她都沒有問我拿任何地址證明 那我不知道可能是每一個council的做法不同 那剛剛那些council就比較寬鬆些 你寫什麼她就沒有問你再進一步 拿詳細的地址證明那些信件的 那其實真的幾個禮拜半個月左右 其實你就可以回到學了 我聽過有些人就更快都有 那至於你說如果再搬的話 其實都是再去council 就說你要搬家 寫一個新地址 可能第二個區的校網 去選擇 我聽人說其實那邊的家長 都很輕轉校的 因為英國人 有些都會很著重子女的學校 學業這樣 可能覺得那間學校不夠好的 那他們好那間就沒有位置 那其實他們都會先讀 邊讀就邊等 就會再去擦班的 其實都是很普遍的 那其實我覺得都很簡單 那這裏不是很複雜的 那現在女兒讀書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費用 就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費用 或者成本 只是吃 那就是兩磅 不知道兩磅兩磅半 一餐 其他讀書也不用錢 書簿也不用錢 文具也都供給了 就是不合不代 都不用帶回學校的 現在 如果你自己是套餐給她的 那其實是更加一元都不用 她是真的免費教育 香港還要給一千多兩千元去買書 這邊就不用了 簡直是 你還要買校服 那邊校服都OK 都不是很貴的 剛才聽你說的 就是選住的地方 去到有關校區的選擇 這個我覺得是很值得去提大家 就是說你不要說 就是香港這邊有很多賣樓的地產商 或者中介 甚至網上也有人說 就是選哪個校區好 哪個校區好 那我想提出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跟香港的情況一樣 就算你住在九龍塘 都不代表你可以進到九龍塘的學校 是 尤其是在英國 本身他們本地人都已經欠崩頭 那你新移民進來 然後找到這個地方住 你的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可以立刻 進到這個好的學校呢 其實是未必的 所以不用這麼強求 這件事是真的 我相信如果普羅大眾 就是一般的教育 我想那個相距會差很遠 是不是可以這麼說 是啊 還有真是放鬆心情 希望香港的教掌來到 譬如我女兒這樣 那其實她完全是沒有功課的 在這邊 就算放長假也是沒有功課的 官長在香港的時候 就是我很多時候都聽到一些教掌說 就算學校的功課少 淺一些都會去投訴的 就是覺得我會學不到東西 那邊就不能用回那一步 他們真的沒有功課 還有是很簡單 是放鬆 由得她自由發展 就是給學校去培育她 這樣 那讀Grammar School那些 你就要去補習 或者你真的想鼓個子女 將來讀Grammar School 你就真的要給她去補習 上次我們跟加拿大的一個嘉賓 我剛才說了這件事 就是關於漁民的心態 就是那個心態很重要 如果你是想著我要好像香港這麼忙碌 好像我在香港的生活 下街就有收費 有得買東西 想著女兒就要年年考第一 接著一個星期一至日報了興趣班 其實你不適合去其他地方 你可以留在香港 因為香港就能夠滿足所有你要的東西 是啊 真的 我們都是這樣去談這件事 那我也很認同 那再下來說回你們兩夫妻 那你們過來這邊 我知道現在你是YouTube為主的 那我也想問一下這邊 你們自己在工作上 先生、找工作或者其他方面 有沒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一下 那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方面可以分享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去找過工作的 但是我們認識的朋友來到 都個個都找到工作 當然不是馬上的事 是需要時間 就算網友來到 很多人都找到工作 譬如裝修也有 送貨也有 譬如倉務也有 拆花也有 很多時候都跟網友說 或者朋友都說 你始終現在經濟真的不是那麼好的 那真的不要期望可以很快找到工作 你都有最壞的打算 可能真的半年都找不到工作 都會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你不要選擇 你真的肯什麼工種都去做的話 一定會找到工作 其實我也覺得會 是時間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再問YM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移民過來人的身份 你會有什麼好的意見 就是不要說教別人 就是有什麼好意見 是給一些打算過來英國的香港人 我覺得來到 真的要接受一個新的生活模式 是要 所有東西都要放得很慢很慢 譬如香港這樣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有錢就OK了 很多東西都用錢去解決到 但是來到英國 錢真的不一定是解決到問題的 譬如說回 譬如用買樓做個例子 這邊你跟那個公司說 你說我想買這個 我想買這間屋 我想下訂 他不一定馬上送你 我是真的試過在電話裡 直接跟他說 現在沒有時間住 你遲些再打來 但是你比起香港 可能他已經是 有反應 在香港已經是 已經不會有機會 讓你走 但這邊真的不是 就算很簡單看 約題屋 都是很艱難的 有時候可以 是可以一個星期都不回覆你的 就是可能這裡的文化 就是不會說 很迷惑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 是很慢 跟回它自己的步伐去處理 你不會說你因為 你有大生意給我 我就放下所有東西 去服侍你 是不會發生的 在英國 明白 多謝YM今天的分享 我們期待 如果任何網友有意見 或者有東西想問YM的 可以留言 我們有機會再跟YM做到一個訪問 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好不好 多謝YM 好 多謝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和我的留言 呀